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以最早创始人的性留下来的 指定为一种派别 主要是一种风格的表现 像戏曲中的流派其实是一个含义的 跟京剧界的什么什么名上成群 马太阳 马太阳 西阳 都十一什么 您看他既然还是很讲究这个门派的 我觉得他可能还有一个宗师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他就是有传承的关系 比如说谁谁谁他是他的老师 谁谁谁他是他的弟子 或者说是在传弟子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只要成为体或者成为派 比如说马派 谈派在京剧界 和我们那个书法当中的 欧体 燕体 流体是一个意思 他之所以成为体 成为派 是因为宗者甚多 就学习台人特别的多 成为一个体系 成为一个流派 如果就是你一个人这样唱 或者就是你一个人这样写 别人不学你 那么你也成不起体 也成不起派 他是因此这个体和派 都是一个传承关系 因此他就成为一个团队 而且书法因为历史悠久 他就从比如说欧阳雄 他从唐代开始到现在一千多年来 很多人还在遵循他的 还在研究他 还在遵循他 还在遵循他 因此比如说你写什么体字 我学欧体字 那么本身我写的这个字是欧体字 也就是说我应该是欧阳雄的 这个是数十代的下边的 这不认为在川弟子 就是这种继承 宗他或者是这样 继承这一派的一些一个书法爱好者 应该属于这个欧体的范畴 我觉得刚刚您提到的像这种欧体 或者像这种流派 我们刚刚提到流派 就是说特定的人群 首先是肯定他了 然后逐渐形成 形成了一种 就是我们说宗他 或者宗这个派 或者宗这个体 然后 但是有些个数法家的水平很高 可是他呢 并没有成为什么体 比如说鱼史男 你说他是鱼体 储随良说他是储体 好像没人这么说 实际上他们水平相当的高 原因就是宗他们的人少 这就是他们最后世的影响 没有欧阳勋 燕真卿 柳公全 或者赵政府那么大 也就是说 并不能证明他不优秀 只是喜欢他 或者是宗他的人比较少而已 对对对 没有形成风格 没有形成体系 形成体系 但是并不 丝毫不减弱是他实际水平是高的 对对是这样 那我想可能有了这种 刚才提到的这种门派 又有了这种传承的关系 他可能有真的有积极的一方面 还有消极的一方面 我们经常会提到说门派之争 门户之争 在武甲剧中在各种地方都可能会存在 那在我们书法界呢 在书法界表现的也就是很严重 我们所说就是说往往你从师某一门某一派应该是个好事 但是如果你因为有门户之界门派之界 这就起了消极的作用 但这个问题在整个的文艺界到处都有这个问题 这种共性的啊 对了 嗯 这种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学术发展 嗯 比如说我学欧体字的人 只要有人说欧阳勋一句不好 我就受不了 我就长得在骂我一样 甚至比骂我还难受 嗯 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的 比如说我批评了张三李四 张三李四没有事 张三李四的弟子门人 再穿弟子门就视我如仇敌 那他是一种什么思想影响了他这样 这个问题啊 说实在的不好解决 嗯 虽然我实际上说 但是我没没听到有人批评欧阳勋的自酒问题 比如说米福 嗯 他说欧阳勋写的寒然寺 寒贱而无精神等等 嗯 些流体字的人 米福骂我些 这个柳公全 说他是丑书恶诈之主 那些流体字的人肯定很恨他 嗯 我有一次在这个大学里讲课时 我提到富山呢 批评这个赵梦福 说赵梦福啊 是奴才啊 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语言 有一个学生写赵梦福的 忽然他就站起来大骂覆善 实际上赵梦福跟这个年代距离很远很远 因为他学习赵梦福 他就非常的尊宠他 但有人攻击赵梦福说 他就这个挺身出来 你应该要换给赵梦福 嗯 类似这种事情很多很多的 实际上是狭隘的 嗯 应该是说 不管你的老师是谁 你做的哪个门派 别人提出意义的时候 你应该继续这个细心的听人家的具体意见试试 所以我虽然是我很难克服这一点 但是我在理性上对我的学生讲 只要有人对我提出了意义 评评我甚至有些过头语言 你们都注意听着 嗯 如果你认为没道理 你就不要再告诉我 比如人家骂我一顿 你听完之后 你不要跟人去争进 你知道了就罢了 嗯 因为你再告诉我一遍 等于你又重新骂我一次 嗯 那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你认为人家提的对 这意见说的很好 不管是过头不过头 嗯 要转告给我 咱们互相之间再去研究 是这样 我举一个例子说 比如说胡适先生这个人 嗯 就非常之伟大 嗯 我总喜欢举这个例子 嗯 胡适这个人 应该说是没有门派之间的一个典范 一个典范 当年鲁迅先生嘛 写过若干文章啊 就是批评批判这个胡适 胡适从来不加以反驳 嗯 你怎么批评 怎么过火 因为鲁迅有些语言是很尖刻的 嗯 而且竟然化名 不用鲁迅的名字 化名之后 来这样批判胡适 嗯 胡适都知道 心知肚明 这是鲁迅写的文章 但是自己从来不求和鲁迅计较 嗯 而且我们特别的感到神奇的是 胡适有个儿子叫胡思杜 嗯 胡思杜居然是鲁迅的崇拜者 嗯 可以思议吗 本来鲁迅经常的去批判胡适 嗯 而胡适的儿子却是鲁迅的崇拜者 说明胡适在家里 并没有像自己的子女们来说鲁迅的坏话 嗯 这是什么度量 这是一个一个问题 另外 由于鲁迅常年的化名来批判这个胡适 就是直接用真名 嗯 胡适有个弟子叫苏雪林 是个女弟子 这个名字叫苏雪林 啊 血就是血和血 苏雪 苏雪林 苏雪林就看不顾你 苏雪林非常崇拜胡适 这边一鲁迅闲着没事老骂不老是 嗯 他受不了了 嗯 结果苏雪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嗯 就在报刊发表一篇文章 大骂鲁迅 嗯 骂完鲁迅之后 他把这篇文章拿了给胡适看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他告诉胡适 他说先生 我为你出了口恶气 嗯 鲁迅这样骂你 你常年都不会生 我这次把鲁迅骂得狗血般的 嗯 他实在看不过去了啊 哎 问了胡适 胡适说我已经看到你这篇文章 嗯 然后胡适说 你和鲁迅之间的这个较量不是学术之争 嗯 你是在做人身攻击啊 嗯 你看你说鲁迅的话 苏雪林骂鲁迅说 鲁迅是二十五史没有见过的奸恶小人 嗯 鲁迅 胡适说这是什么语言 这是在人身攻击啊 嗯 你怎么见到二十五史没有鲁迅这样的小人 你有什么总结 你就是骂一顿之后抽抽恶气而已 嗯 你不是在学术讨论 同时胡适对苏雪林说 你看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吗 那是写的何等好 你看过他的狂人日记吗 看过他呐喊吗 看过他等等等等的书 那是写的多么好 我非常的尊重鲁迅 你这里骂鲁迅给我出口恶气 你反倒给我增添很多烦恼 嗯 因此苏雪林受到很大的教育 后来呃胡适又把这样的语言写成信给苏雪林就告诉他不得有门户之间 不得去用这种门派象征来混淆我们的大是大非 嗯 影响我们的这个团结阵入 后来这封信就我知道呃 放在了呃台湾这个历史博物馆 嗯 还是放在了台湾故宫博物院 嗯 我记不十分清楚 就是说胡适有这样的胸怀 他的儿子特别的崇拜鲁迅 他的弟子骂鲁迅忽视出来横假干事 而且到了鲁迅死以后 忽视自己掏腰包 给鲁迅出版圈集 鲁迅圈集 而且呢 把鲁迅骂自己的文章全部收录到鲁迅圈集里来 一直保留下来 自己花钱给鲁迅出书 还把鲁迅骂自己文章出在圈集里 这是什么胸怀 嗯 真是不愧是胡胜 各位网友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字 这个相就是丞相的相 也念相 互相的相字 就是左边一个木头的木 右边一个眼木的木 我们写下这个字的凯书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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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啊 这两个字本身就是难度不大 但是呢 如果相比之下 左边的木子旁倒是不太好写 这个木子旁的不好写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这个竖笔呀 和这个匹尔纳恒的这个互相交代 这个互相联系关系 它不好解决 我们写慢一点大家看 写木子旁的时候 跟单写一个木子区别很大 注意 齐笔的时候 斜势一点 不要太斜 但是不是平的 稍稍呢 右边康尖一点 下笔的时候 竖笔 注意差 这个竖笔在 齐笔的时候 的地方 不要太坡 就是这个坡的脚 不要太大 不要这样 这是很丑的 尽量让它上面齐一点 这个齐一点的方法就是 横笔呀 竖下笔 竖笔呀 横下笔 所谓 竖笔 这不是写竖笔吗 你下笔 竖上它横着一点 看这样 下来 这上面呢 尽管你在横着下 它还是有一点坡度 如果你在斜着下 这个坡度就刺人了 就不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再看一遍 这个字的 木字旁的写法 写这笔的时候 一定要倾得住 倾得住 就是这个竖笔写的时候 一定要稳得住 你不要写说 为了快 为了快 你这样 这就不好 这笔是很有分量 而且上边 下边 注意看 上边站的这个地方 大约是三分之二 下边站的地方 大约是 这个 上面是五分之二 下面是五分之三 大约是这个样子 所以上边呢 不可出来的太长 又不可出来太短 如果出来这么多 这就太长 这上下各一半 这就不好了 如果出来的太短 是这样的话 下边又太长 所以这一个竖笔和横之间 这个交代关系 是最重要的 这两笔写好了 这个字基本就完成了 如果横与竖之间的关系 没有交代好 皮也没地方放 点也没地方放 右边的那个木字 也没有地方放 所以这个字就 没安排好这两笔 后边就开始 很难调整 是这样一个关系 再斜边 大家看 注意这结构呢 再看看刚才写的这个字 就这个地方和右边是起平的 这一横 这里边要起平 不管楷书还是新书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相对的要平 如果它高起来 这个字就不行 比如说 写高起来到这儿来 这个地方超过就不好 低下来也不好 这次也不好看 这高起来 所以这个之间的安排 要非常讲究 再写慢一点 大家看这个字 应该是这样 至于左边这个竖笔啊 它挑不挑够 这并不重要 一般的时候 它是不挑够的 所以木子旁在左边 一般的时候 是不挑够的 偶然挑一个够 也不能算错 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 新书的写法 新书 看它大体结构 还是这样 右边的木子上端 还是基本取评 也是这样 按理说呀 行书的这个木子旁 严格的讲 应该是这样写 应该这样写 这样写的话 这个木子旁这样写了 已经是草书的写法了 但草书呢 有时候比这还要草书 还有另外写法 待会咱们讲这个字的 草书写法 就要介绍到这儿 但是呢 因为星草书 没有一个截然的 必然分清楚的地方 所以这种木子旁 也经常被行书利用 这个字啊 整体要注意 就这笔是主笔 注意看 这笔是主笔 因此 不管凯书在行书方面 写这笔书都要加上点力量 这笔不能轻率 再看一看 这个凯书的这个 这右边的眼部的木 到右边这笔书 注意看 仍然是有力量 就前面我讲过那个轻字 意思是一样 右边这一笔一定要在这地方 给得上劲 是中锋运笔 一定要注意这个 这笔没有力量就不行 到星书的时候 还是这样 只不过在星书呢 里边两个小短横呢 变成了两个小点 不再写横 说写横错嘛 也不见得错 因为星书啊 很宽泛 它要求是并不严格 但是呢 写点呢 显得更轻松自如一点 一二三 这样点三个点 如果说我写这个木字 我就一定要写成三横 一二三 这样也可以 但是显得不够轻松 星书点画这方面 尽量的简约一点 但是我跟大家说 就是星书左面这个木字旁 你也说不清 它究竟要求什么 但是你看古卑怯当中 写木字旁的时候 确实那些书法家很抢就 写出来非常有身材 像这个横画 相对要长一点 是这样 你要这笔写短了就不好看 这就不好看 所以我们说不太清楚 前提之下 尽量说清楚了 也就是说 这笔能长一点 这个上下 还基本是这个 上面是二 下面是三的这么一个 比例关系 这笔呢 有人从这插 照体字 多数这样 但其他书体呢 就直接在这缝里插 注意一下 就在这里插 但是 如果写法有什么不同 但是笔顺上 不可混淆 就是这一笔啊 再写 横完之后 下笔 然后从这 这是正常的写法 有人呢 就看不清楚 先写一竖笔 然后写个正 这是不对的 不管清书和草书 都不能这样写 这一定要注意 但是呢 这种写法 在有其他的点化相参以后 就可能这种写法 就被使用了 比如说 写一个笔字旁 点点书 再写下来 是这样过程 过来的 单写墓字旁 是不能这样写的 是不能先写完这笔 之后再写这个的 是不可以的 大家会问 为什么不可以 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就是古人留下来的法则 如果你不遵守 我也管不了 但是我肯定是要遵守 也就是说 所有的书法家 在历史上这些 有名气的人 都是遵守这些法则的 再看看这个相子 新书写法 好 我们下面写个草书的 这个相子 看来非常简约的 就是这样一写 这么简单 实际上 并不是非常简单 你看得很轻率 实际上 它也有很多的要求 我刚才说过了 草树当中的木子旁 多数都是这样写的 比如说写一段 大树的树 这样写 这个木子旁一般就这样写 写个树林的林 也是这样 这不是这半边 这都是刚才跟那个 我说的新书那巷子 是一样吗 但是巷子这种 这种字形 它就一笔直接过来 转过来 这写慢一点大家穿 是这样 但是草树就是这样 太快就荒腐 太慢就感觉着有点矮吧 草树不能写的太慢 如果太慢就失去了草树的意义 有的人只讲草树不可以太快 是 这个道理讲的对 但是到什么速度 必须我们得说清楚 你所说的别太慢 别太快 到底是个什么速度 我理解 草树在 就具体说 这就行 如果你要飞的写这么慢 我觉得 就不好 失去了气质 有的人喜欢飞白 就是说在草树当中 非常喜欢甘笔道 甘笔道就是这个墨色 出现飞白 其实这些东西 有时候跟笔有关系 跟指有关系 写快点速度上都有关系 要想出飞白的话 当然很好 很容易出飞白 是吧 这样写也很容易 但是比比这样的话 给人感觉干枯 感觉很渴 不舒服 所以写的时候 尽量是这个 甘湿 相餐 相顾及道 甘湿相餐的时候 也是个自然 比如我们写 比如写 第一个相子 这是莫多的 还继续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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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写越枯 这实话 是个自然 如果你 比如写个互相两个字 互字 你在写上还这么重 然后巷子 你故意的把它弄得特别干 再写成这样 这种感觉你在做作 就应该是这个字 一笔一笔的 渐渐渐的没有墨 出现了这种干枯 这是自然 如果你故意的挑战 一个湿的 一个干的 一个浓的 一个淡的 这显得造作的很 我是在书法 坚决反对制作 这种制作 现在被美化 称的叫创作 实际上 这个对书法 用创作的字样 是不准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 鸡飞成事 因此 我们也不好 一下子扭转过来 但是写字 一定保持一个 非常放松的心态 如果你不放松 那你自出来之后 肯定就是降气 或者是 由头滑脑 滑拳秀腿 出现那些个 并不扎实的东西 这是我坚决反对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 还要反复的去讲 好 我们再写一个 这个箱子 但是右边 不要高起来 不要这样 这样高起来 这个字就不好 所以调下来之后 转过来 至于交代清楚 交代不清楚 只要你笔译到了 在草书当中 都是可以原谅的 即使有时候写瞎了 就是墨音 它又瞎嘎的 这时候大家都可以理解 比如说 你现在一下子 占墨太多了 写像的写成这样 大家也可以理解 也可以理解 说这个 再写瞎一点之后 一生成这种情况之后 仍然可以理解 只要你笔译到 大家会明白你的意思 就可以 当然是 在幽默方面 也要注意 尽量不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箱子写的时候 左边的这个踢手 就被简约 左边墨子旁 被简约成为踢手 在这些字当中 草书当中 经常的墨子旁 变成了踢手 变成踢手这种写法 但是要根据具体的字 不是所有的墨子旁 都必须变成踢手 也不是说 都不可以变成踢手 这要根据一个字 要区别 巷子是不应该写成这样的 不应该写成这样的 巷子 不应该写成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 至于这个点转过来 是点到里边也好 点外边也好 是连续断开好 这些是多 所以把这些字 如果都弄清楚了 海书怎么写 新书怎么写 草书是怎么一直要求 把它弄清楚了 你会在这当中 得到很多 相得益彰的效果 因此希望网友朋友们 不要着急 稳住心身 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